家居裝修 想有多些個人風格 不少人都會選擇在牆身入手 用大膽的顏色 或者用藝術油漆做特色牆 現在還有一隻 由日本來的貴組土油漆 林先生我想問貴組土油漆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技術 如果要講貴組土油漆 先要講什麼是貴組土 貴組土油漆 其實是海裡或水裡的 藻類的化石 這種化石的特性就是 它本身有很多孔 孔的密度比活性炭多幾千倍 所以它是在過濾空氣 或者去臭或者吸濕 是很強的 日本在大約二、三十年前 就開始將貴組土 應用在牆身和電化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調濕 調濕的意思就是當濕度上升的時候 例如你家裡煲水 它就會慢慢幫你吸濕 令到你家裡的濕度 沒有那麼高 例如你回到家裡 開冷氣到半夜 有些人會覺得是乾的 它就會慢慢釋放一些水分 其實會不會有些像 恆溫這個技術 保持這個環境的濕度 在一個水平呢 可以這麼說 其實它保持這個濕度不會突然升高 也不會突然降低 日本主要有五個產區 生產龜造圖 在北海道的自內 這個地方的龜造圖 就比其他地區的龜造圖 那個吸濕 或者是淨大空氣 特別飆青的 大約是其他地區三倍的功能 最普遍的是用長子 因為它們本身是石膏板 或者是木板 最省工的方法 其實它們就是用長子貼上去就可以 當一般客人 如果它們本身比較有要求 它們就不用長子的話 就會考慮用龜造圖 我們覺得香港 比起日本更加適合用龜造圖 因為香港其實 普遍都比日本少濕很多 甚至有時誇張一些地區 是湧南天的時候會出水 很多人都會在家裏掛衣 浪衣 其實是可以直接取代油漆的 例如我們用油漆油的龜造圖 基本上是批灰 油漆油之後 就可以直接油漆油上去 當現在新樓的本身已經油漆油漆 因為油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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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如果是說功能來講 就一定是用灰磁批的會好一點 用灰磁批的都有不同的級數 有些龜祖刀含量去到50% 如果含量越高 乾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難度就會高一點 因為我們本身是要用油漆油的 就非常之容易 就算是客人自己買去DIY也可以 其他型號就是用灰磁 用灰磁的型號 很多客人因為DIY就不一定可以了 那些可能就要用油漆師傅 油漆師傅一般都會用灰磁 至於講解批方面 就看它是想著去批評 還是做特色牆 其實龜祖土的油漆 只可以在某幾幅的牆上才可以用 還是其實全屋都可以用呢 條件許可的話 全屋用是最理想的 接觸空氣的地方越多 它本身可以發揮到的功能是越好 本身家裡有很多傢俬 真的可以露出來的牆身有限的時候 可以考慮到天花 還有牆身方面 考慮一些高級數的龜祖土 高級數的龜祖土 它的吸濕比一些經濟型的 是分別幾倍的 所以做一幅其實等於做三幅 如果想在廁所、浴室 或者長期接觸到水的地方 建議就用回含有七餐的產品 還有七餐除了可以受到水之外 它本身有一個天然鹼性的特點 鹼性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一般細菌或者毛菌 超過了酸鹼度 PH9以上 基本上在上高是繁殖不到的 所以很少看到一間勞工鹼會發毛 七餐的酸鹼度 比勞工鹼還要鹼性的 所以毛或者細菌在上高是差不多的 龜祖土有這麼多功能 但其實它的功效性可以持續多久呢 龜祖土的功效性 其實它基本上可以用永久去講的 它的原理其實是靠龜祖土裡面 一些微細的孔去吸濕 以及剛才說的放濕 那些只要本身是打理得合而的話 不要令到龜祖土的孔封住的話 其實它這個功能一直都會持續的 不會說減弱 很多人都以為其實不能抹 不能碰水 其實不是的 日本的龜祖土 都全部是可以用濕布抹 打力其實是很簡單的 有時候會經常摸到的地方 可以定期用少少的洗潔精開稀渠 在上高抹也可以 那麼功效這麼好 其實是不是很貴的呢 都不是的 有比較大眾化的油漆型號 那麼它的價錢 如果以一個500尺的單位來計 都說是7500元來都已經可以了 那麼其實多麼多顏色選擇呢 其實龜祖土的顏色都不少 不同的型號 它由20多種顏色 去到4050種顏色都有 那麼就當然不像用膠色那麼多 它們可以用電腦膠色那麼多 而建議的目的 我看到你 沒有工夫 集合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再次追蹤 我們再次追蹤 回到